湯姨和麥秋成在2021年結婚 還生了女兒麥嬌嬌 一家三口不時都會放閃的 不過日前湯姨就突然間留言說 合則來不合則去 不會強求 也都不會挽留 惹來離婚的喘測 湯姨這天出席活動的時候就說 沒想過會搞出個帶頭髮 說我的世界不是只有麥秋成一個 當時那個留言所指的是公事 是因為自家餅店近月連續幾個人辭職 人手短缺 覺得心煩 所以就寫文書法 至於性感Cosplay照片 就是幾年前拍的 本來想配合心情 但是就變成同盟不符 相當搞笑 湯姨還說笑話 即刻受到很多訊息慰問 還快點叫老公幫忙澄清 現年41歲的時候 李佳心是公認的美女 最近有傳李佳心即將約滿無線 早前她接受我們訪問時 坦然與無線相遇短時間合約 而且雙方還沒有共識幾時會再續約 但她目前依然有不少工作在身 今天就有網民在堅尼地城 偶遇李佳心在這裡進行拍攝 該網民把圖片放上社交網上分享 寫說感覺是在拍海報或者什麼節目 這個美女是哪位明星啊 表示不認識事後李佳心 只知道是明星 不過上片中的李佳心化上淡妝 一樣那麼漂亮 狀態絕佳 TVB高層 洛逆寧日前開通了小紅書的帳號 很快就已經有接近2000個粉絲關注她 她第一條的泛文就跟大家打招呼說 在大家的幫助下 終於開通到小紅書了 她在這條的泛文中 特別看到高凱寧和胡鴻君 有可能就是他們兩個幫洛逆寧開這個帳號的 很多網民見到掌管TVB藝人生死大權的洛逆寧 來到都立刻湧入去留言 和她說自己喜歡和不喜歡哪個藝人 令到洛小姐的小紅書評論區 好像變了粉絲申訴大會 而最多人討論的 就是憑劇集《踩過介意》 成為事後的蔡絲貝 很多網民都留言說不喜歡蔡絲貝 叫洛小姐不要再找她演戲 而這個留言還超過6000個like 並且有不少網民在下面留言和意 可以說是群情洶湧 不過也有網民留言支持蔡絲貝 說廣東廣西的朋友都十分喜歡蔡絲貝 但是這個留言就只有很少人比心心而已 而蔡絲貝主演的新劇非常日志 接下來將會播出 不知道這次她在新劇中的表現 會不會令她多一些人喜歡呢 69歲的麥杰文 曾經是本地樂壇的當洪歌手 和江華結婚之後 他就淡出幕前 專心照顧子女 近日江華上載了帶老婆和媽媽喝茶的片 麥杰文抬頭揮手打招呼 之後就把飯遞了給奶奶 在片中看到她的精神狀態不錯 網民也大稱讚她很年輕 又有網民稱讚她很疼老人家 麥杰文和江華結婚超過30年 途中都經歷風風雨雨 在96年 鄧瑞文傳出戀相江華 南方還沒拍到多次出人民旅的鄉龜 而麥杰文當時正在戴肚 事隔多個月後 鄧瑞文向傳媒聲稱 收到電話騷擾 碼頭直指麥杰文 而麥杰文就拉上江華 上TVB的城市追擊 說文女借老公做宣傳 雙方都說要告對方誹謗 最後沒有了夏文 在2009年 文女在智雲飯局 就承認戀上過有婦之夫 麥杰文都認為有生氣她 但就欣賞她收補和認錯 直至2013年 鄧瑞文批評金之玉業二的劇組 《非子仔》 江華就力撐文女 批評TVB是沒有惡意的 觸動到麥杰文在Facebook發文說 江華關心鄧瑞文是被動的 江華關心麥杰文是主動的 當年過去依然火藥未十足 張寶儀在去年11月 說袁偉號生了兒子袁咕嚕 產後半個月就不理坐於禁忌 帶初生兒子出門申請回鄉政 原來是為了不上坐月 最近張寶儀分享月子中心 28日女王級待遇 是由香港專車接送張寶儀 和兒子直達深圳月子中心 他們選了兩房一廳的房營 地方非常闊落 配備裝修由如六星級酒店 醫生、陪月、中醫等專人全天候照顧 又有健身室和SPA宇座修身 連洗頭都有專人服務無需點山水 入門套餐由7萬多 到29萬7千多人民幣不等 非常厲害 72歲的國鋒和太太歐陽佩生 一向都很恩愛 在圈中的模範夫妻 可惜歐陽佩生在2017年 不敵牙摩離世 國鋒自喪妻後大受打擊 他曾說因為太太離世 令他很難再投入拍戲 因此而淡出幕前 不過近日國鋒原來正在忙著拍攝無線新劇 黑色月光 日前文雪兒 曬出了一系列的開工相 相片裡見到 雖然國鋒已經滿頭白髮 但都精神熱抑 面帶微笑 狀態不錯 近年國鋒不時都會約一些老友 聚咎 去年現身馬來西亞餐廳時 都很開心地和網民合照 現在又再出山拍劇 相信他都已經逐漸回復狀態了 無線藝人鄭俊熙去年 因為涉及J-PASS詐騙案被捕 之後就爆出 和林詠彤涉嫌在去年8月2日 和若兒案中的女同母親一行6人 去到醫院期間 和醫護人員發生爭執 事後一同被控阻礙公職人員 及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 1月12日在粉嶺裁判法院開庭續審 控方申請撤回上述的兩條控罪 改控新增的控罪 在醫院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 而第一被告就因病缺席聆訊 其餘的五個被告就控罪答辨不認罪 法官將案件押後到3月1日再訊 對於案件在前押後 鄭俊熙離開法院受訪的時候就說 在庭上都說了我是否認罪 沒辦法的時間都會證明 都要等待的所以 會否對你的工作有影響 前陣子的確有 但至今都習慣了 習慣了都會有安排的事 到時會否請律師 這個之後會決定 這個還在商量 這個還在商量 JPAC那裡現在有沒有 有沒有新進展 是沒有新進展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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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結案又會再一次問候 對你的影響大不大 比如工作上 工作上影響不大 因為一早已經想安排讀書 去發展多些其他東西 讀大讀 讀了 讀甚麼 營養學 營養學 短時間課程 五個月 對我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對工作又沒有影響 對沒有影響 因為都沒有工作 沒有工作 是嗎 我怎麼知道你 我不知道 我害怕 由王家衛擔任監製兼總導演的內地電視劇《繁花》 早前正式啟播 而第25集押軸登場的《精女郎》 正是90年代至千禧年代活躍香港影壇的台灣女演員林欺雷 二年48歲的林欺雷早年被黃禎發掘 24歲就參演周星馳的喜劇主角 跟憑父子提名第26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 之後在2011年與雙人養神結婚 分頭淡出影壇 並生了兩個女兒 他今次為王家衛破例出生 並在劇集中展現未見過的霸氣面貌 令影迷驚喜之餘佩服王家衛選角眼光 以及塑造角色的功力 歌神張學友時隔五年再次開辦紅館演唱會 今天是24場的最後一場 未到開場時間 場外聚集了一大批樂迷粉絲 大約三點半的時候 張學友一身全黑服裝搭七人車出現 他一下車就受到樂迷粉絲的拍手歡迎 其後在拜神上香儀式完成之後 學友走到欄杠位與粉絲打招呼 不過粉絲太激動推掉欄杠 最後後排的粉絲也順勢跌倒 張學友也有慰問粉絲 不停 小心 小心 上了 2 3 3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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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6 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